娱乐新闻时间 马赛的旧爱汪子琪 日前都大爆料指马赛 曾经把四招和短片 传给一位年过八百的男艺人 日前大家都怀疑是 64岁的刘松仁 但刘松仁却表现淡定 还称赞马赛很勇敢 这个时候无限的助导圈子中 却出现了另一个版本 69岁的杨米加工刘丹竟然上榜了 有说去年 马赛在拍摄神探高中部时 见到刘丹在片场有地位 有权利 又和制作总监相熟 于是就靠近刘丹求好处 还成功搞定了刘丹 刘丹之后还主动推荐 帮马赛争取了好角色 当时马赛正在拍摄 金国枭雄之野雪长天 但没多久 他就无端端身上了第二女主角 不过刘丹觉得对方越来越大胆 很快就可以保持距离 日前香港媒体就连日支点刘丹求证 但一直未有回复